謝謝主席 麻煩一下我們主委 主委長 剛才王委員說做做做不好 他匡列一些事項 做做不好以後還要蓋大樓 他反對 那不只他反對 我也反對 跟委員報告也有很多委員贊成 是嗎 你不是說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要抓一關 如果不要安慰他們要抓去關 那個主委 我們結論說 你手頭上應該是握有非常 非常豐富的所謂的這個預算 對不對 但是我們從你們的這個報告裡面 你們今年也又編列了一百億嘛 對不對 是不是 投資的啊 轉投資有一百億嘛 好 那剛才有委員談到 你們的執行力到底是出了什麼一回事 你剛才有回答說 有委員說你們要錢給人家 有錢給人家 人家還不要了 你回答說怎麼樣 你說因為現在私有的基金他的利率比較低 所以不一定要用得到政府的挹注是不是 還有一個就是跟現在的環境 跟現在的環境也有關 譬如大家找不到資本投資標的 那為什麼我們的環境會竟然這麼樣的不好 我們政府編列了這麼多的要去補助企業 去年一百零二年我們的執行率才達到十五點一二 編了一百億才花了多少錢出去 花十幾個家裡而已 那今年 你也編了一百億 那你們打算能夠達到多少的執行率呢 政府變了那麼多錢在那裡 要給企業來幫我們用 要希望你們的投資 你們要去幫我們投資企業 那現在 我覺得很納悶的東西呢 我知道委員講的問題非常好 但跟委員報告 這跟公務預算的執行率是不一樣的 你不能說執行率不一樣 那像你這樣說 在民國一百零一年我們 把這個預算砍下來後 讓你們剩下四十九億啦 那結果 你們還是一樣啊 執行率也要十幾億而已 所以整個連續好幾年來 你們的決算數差不多在十五億左右 那我要問一下主委 主委 來 持平而論啦 那你今年你覺得還需要這麼多的預算數嗎 既然就放不出來 有錢要給人 人家氣也沒有要給你們認錢 那你告訴我可能私有資金很多 不管是投資環境的問題 或是自由資金的問題 那你不用這麼多醫生嘛 對不對 已經連續幾年了 那你政府變了這個預算 每次都是序列 每次都是匡列 可是我跟公務預報告 我這個錢就等一下 那我問你正確問題嘛 連續好幾年了 不管是編列一百億 或是編列四十九億 執行率都差不多在十五%左右 對吧 那這樣你變那麼多 那今年你認為 差不多多少預算才夠 當我們現在編預算 其實 我們剛剛強調 那你那編了一百億就沒需要嘛 那你為什麼還要編一百億呢 那為什麼 我們很奇怪的 那我們按照你的實際的決算來講的話 沒有啦 照理說看這樣啦 那今年三十億元就夠了啦 還有存啦 跟委員報告 我們準備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準備 萬一企業需要的時候 但我們如果編少 因為 編多了 沒有傷害啊 我知道編多了沒有傷害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實際問題嘛 連續好幾年了 那我們要重視實質面嘛 對不對 我們要講的是實質面嘛 如果企業萬一需要 我們編不夠 到企業需要的時候 那不是更糟 企業用不掉這個東西 還是回到基金啊 錢不會不見耶 錢我知道不會不見嘛 但是我們是覺得很納悶嘛 我們要的是一個正確原因 你給我們講的是 現在執行率只到十五點多 十五%多而已 那既然這樣的話 你認為我們能提升多少 你總理你是國發會主委耶 沒有你也總是有一個目標 那你先跟我講一下 來 主委 如果以一百零二年的預算來講的話 跟實際執行 跟委員報告 你會達到多少 剛剛委員講的數字 我們這邊看到的數字 我們一百零二年 一月到十二月底 我們的國發基金累計 實際撥款投資金額是 43.15億 另外國發基金管理會 決議通過投資 還沒有撥款的 因為他都是安階段撥款還有13億 所以總共的話 是56.75億 並不是什麼百分之十五耶 這是你說的喔 好 那我們就看你到時候的實際成效 記住 好 來 繼續來 主委 這次的學運 你剛才又回答委員 你持正面的態度 是認為說 你是覺得說 是跟著輿論在走 還是你是覺得真的 你個人也來肯定這次的學運 你的看法呢 跟委員報告 我這 我中間一部分的想法是 那時候 聽到那個文化部農部長講 他說 任何一個這樣子的運動 如果能夠帶來社會上正面的能量 那就有了好的地方 那正面的能量 其實現在大家關心的就是說 我們都非常關心的是國安問題 對不對 對 就是我們怕到時候 我們的國安會有漏洞的產生 好 那在自信區裡面 你絕對會不會也有國安的相對的問題也跑出來 跟委員報告 這個 他跟福茂或貨茂中間一個根本差異 因為我們是在一個小範圍之內實施 所以相對來說 整個國安的疑慮 就算有會非常不小 就算有國安的疑慮 也非常非常的小 是真的這樣嗎 來 我們的偉大的馬英九先生 我們的馬英九總統 他曾經也談過 糧食問題是國家的安全問題 我們的糧食自給率 我們只有32% 提高糧食的自給率 是第一步要做的 所以糧食問題是確實 牽扯到我們很大的國安問題 對不對 這不容否認嘛 好 但是你們的懶人包裡面 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懶人包裡面 你們其中有談到農業價值的問題 你們說確實不是農產品的保護政策 你們裡面懶人包喔 第一句話就講得很清楚 現在我們你們所提出的農業價值的部分 確實不是農產品的保護政策 現在這就是我們在說的 我們你們已經開了五場的公聽會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就是希望你們要聽到 我們也希望你們要聽到人民的聲音 跟委員報告 中間很多東西 包括很多農業東西 我們現在都在討論 星期五我會跟農委會陳主委碰面 我們會針對中間很具體的 是具體嗎 你認為你有辦法去改變陳主委的想法嗎 一個 總而言之的你們只有一句話 都是利大於弊 但是很多以官員農業政策 我們提出來的 我們怕的就是滅農啊 跟委員報告 等我們的修正出來 委員再這樣子質疑我們好不好 我們會有根本上改變 連剛剛林大發委員都承認我們會會 都接受 他會要等著看我們的改變 對啊 我們本來就要等著看你們的改變 一共開了五場的公聽會 我們在這邊 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我們是希望你們真的是要 聽到人民的聲音啦 因為有很多的疑慮存在 我都聽到了 包括委員的聲音 你們都聽到了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不是沒有國安疑慮 而是確實淺藏著很多的國安問題存在 所以我們不希望看到 未來我們的所謂的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 暗藏了太多的國安問題在裡面 這才是我們一直要表達的耶 跟委員報告 一定會讓 我們會做好這個把關 請委員放心 你們每次都這樣啦 你們每次都說你們會做好把關啦 委員 你這次看看我們做的好不好 我們要來拭目以待 那我是個人覺得是這樣啦 如果你們真的都聽不下去 那我覺得 跟委員報告 主委 公聽會講的報告委員講 我都聽到而且聽進去 對 如果你們真的還聽不到聲音啦 那我個人認為齁 就像現在大家都在講的 台灣社都在講的 我覺得你們這些齁 在上位者應該也要世代交替了啦 我們了解 是不是也應該要這樣 當然 我再重複一次 主委 當初 所謂的 服貌 這麼大的一個經濟議題 我記得 你好像有說過 你都沒有去參加 你也沒有參加過討論過 我們就那麼說 你是不是也變邊緣化啊 不是 部會有部會分工 這什麼 部會分工 這麼大的你是國安 欸 你是國華會咧 這也是牽扯到國家的 米蘭一個重大政策的延續 那我根本就不是所有東西都參加 如果真的齁 如果真的齁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去承擔 這個重責大任 那我也是建議你齁 委員 部會分工 在你們的立場上 有這麼樣的一個重要 竟然說開會可以不找你去 我是覺得說齁 你到底是有人有跟你看中嗎 我覺得很懷疑的 好 衝著你一句句話 把你的能力展現出來給我看 我就看看你跟農委會主委 討論以後 對我們的 所謂的農業的問題 是不是真的有不一樣的改變 那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齁 不要只說一說而已啦 好 那有改變請委員到時候 幫我講幾句好話 好 那我當然好的 我一定幫你講 不要只說好 沒辦法說都賣的都一定出來 好 好 謝謝